Hello大家好,我是Hishiko 我今天真的是第一次这么赶时间去拍一个影片 因为这个是非常临时决定的 我现在刚刚离开这个LOT10的这个健身房 然后呢,我在结束健身了之后,我就在冲凉嘛 冲凉的时候我就突然之间有一个灵感 就觉得说,诶,我好像今天我可以 创造一个历史性的一刻 什么历史性的一刻 如果你们听过,在KL Times Square 我觉得,只要你在那个商场里面花上三百块 然后,你就可以去参加那个拿金条的比赛 然后那时候我听他讲的时候呢,我就觉得 好吧,我也没有什么兴致 因为我觉得,嗯,没有那么容易给你拿金条出来的 可是,过了一个礼拜 刚刚我就跑步跑步,跑完了,我去洗澡 啊,我好像跑出了希望 不懂为什么,我很有力量 我好像可以拿走那金条耶 所以,好传,第一次边走边讲话 所以,我就决定 我现在呢,我赶快走路回家 是的,你没有听错,我是要走路回家 因为,我把车停在我们的海原刺青这边 海原刺青就是在JALAN INV嘛 所以,我现在呢,我的运动地方是在LOTAN 我从LOTAN走到JALAN INV 我不想到飞那个停车飞,OK? 然后,我再从JALAN INV 再走回去我家 我家在古都 不用紧 为了这个金条 我愿意给他走几步 金条,我来了 忘记跟大家说 这次行动也是要勾回我的一个放飞机的客人 因为他临时有事情不能来 所以,我原本10点钟 现在啊,我就要去工作了 可是,他突然之间就不能来 那么好吧 我就想说,那就是缘分啊 那就是老天爷给我的机会啊 哦哦哦哦哦 是不是密着注定呢? 哎,走着走着呢,我突然间觉得 我在想,为什么要那么执着呢? 为什么一定要回到家去拿我的相机来拍呢? 我现在用手机拍也挺好的啊,对不对? 而且好像有美颜效果 Oh my god,我的皮肤好好 没关系,就让我活在这个美颜时代吧 太美了,你看我的皮肤好滑啊 Oh my god,这阳光我喜欢 Oh my god,有警察听过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从这里滑过呢? 你踩到我了吧? 所以现在呢,我就不需要大老远 回到家去拿一个相机来拍 You know,天上YouTuber 心理手机都能做的哟 看到没有? Oh 这个Time Square一会儿就是改变我人生的地方 看到吗? 好像是这阶队耶 就是我们海员Tatu Studio 都看来找我呗 反正我也不在店 哈哈 我平时在店里的时间很少 因为我几乎都是 在店里做完事情之后 我就赶快去接孩子放学 然后再去做剪片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 更多我们店的话 可以上我们的这个Facebook 网址,然后就可以看一下 OK,Oh my god 已经可以走了啦 顾着讲话 然后没有过马路 OK 我现在就站在路中间 好吧 已经过了 然后车都开始走了 我现在会不会被抢电话呢 我要把我的电话靠近我一点 你知道吗? 这不是不可能的哦 如果你不是马来西亚的朋友 你可能不知道 其实在马来西亚很容易被打抢 真的 我不是骗你 我之前呢 我就已经被打抢了三次 在路边 而且就是在路边拿着手机 Oh my god 我现在就是尽量靠近我一点 我的手机 我好担心 我的手机竟然被人家抢走 好吧,反正等一时等 那么我等 这个路牌拍个照片 请帮我截图 看到吗? 这些都是我的粉丝们哦 嗯 谢谢你们subscribe我的频道哦 谢谢你们喜欢我哦 看到吗? 海原刺青 跟TIME SQUARE 很靠近哦 我们就在那边哦 我现在一步一步的靠近我的金条了 我到了 现在累积的奖金已经到25天了 小朋友在金条比我想象这么大好多啊 然后据说是有7公斤那么重 要不要参加呢? 我去问一下 这里有写要怎么参加哦 OK 我大概跟你们说一下 哇 到8月31号就截止了 所以从现在开始 差不多还有一个星期多的时间 然后怎么玩呢? 第一就是你必须 透过一个小小的孔 在60秒之内 取出这个7公斤的金条 然后一天里面呢 就只有12点到4点 还有5点到9点 两个这个阶段 可以进行这个游戏 然后呢 你必须要是 啥? 哦 一天里面它只会分发360个游戏卡 你拿到这个游戏卡之后 你才可以去进行这个游戏 然后 所以吃了就没有了 OMG现在几点? 现在是早上10点半 我的天 距离我成为百万富翁呢 还有将近大概2个小时多的时间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这个名额 你知道吗? 所以我要问一下保安 哦不是 我要问一下柜台 嗨! 说嗨! OK 所以其实我想问一下 游戏 怎么可以参加? 你必须要花300元 第一次收到7月收到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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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 我明白 所以今天你仍然有 每个责任只能购买一次 每个责任只能购买一次 所以我只去购买 什么 $300元 然后我得到你 对 R$300元 应该是同时的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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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半 每个责任只能购买一次 这 这 是 7月 所以 有些人购买一次 对 最后 6个责任 6个责任 哇! 所以全是男人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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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3天前 2天前 一位 中国人 从马来西亚 13,000 13,000 哇! 你的名字是 Happies OK 谢谢 问过那些详情 我相信你们也知道 所以你们可以马上准备好 你们的手 如果还有金钱啦 当然 因为你要在这里 spend above 300元 然后刚好呢 因为我是想要买一个移动的硬盘 所以 OK 我觉得就是时候啦 哈哈哈哈 但是 我现在是 有点担心 是因为他跟我说呢 那些赢家都是男生 因为 比较有力气嘛 7公斤 手腕 这个完全就是靠万力啊 我刚刚我去看了那镜条之后 他真的比我想象中大很多 我一下子我整个人就软掉了 所以呢 我就赶快打电话 找了一个很硬的人来 哈哈哈哈 看到你 我有试验过 哈哈哈哈 宝贝你有没有信心 他有没有要去运动了 然后我就把他拽过来 今天运动改为半斤转 OK啊 反正也是7公斤 不少耶 而且是练你的手腕 你凭什么时候会练到手腕啊 打 打 打什么 哈哈哈 来看一下你的手 的大小 因为呢 哎 我的手很小 我觉得如果是那种的话 我可以出来 可是我 对那个重量我没有信心 你觉得你要参加 还是我参加 我身上大一点 真的假的 那如果你出过来怎么办 出过来就 在里面了 哈哈哈 宝贝你现在有试气哦 你要不要先练一下你的手腕 这样子 我叫你来 跟我一起来 跳下舞 我不要做做动作 我的是耳头事宜的节目 OK OK 然后再扭另一边 伸展一下 啊 OK 哈哈哈 我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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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Toshiba的ETV大概299 差一块钱 那么我就在买多一个 呃 反正车里也需要一个充电的 然后现在我就回到这个柜台这里呢 要跟他换取参加的那个票 爸爸你看一下你先 看一下你等一下要打散的地方 OK Hello I'm back 嗨 嗨 OK 然后签这个呢 另外一张 这表格呢就是 这个是四个吗 这要让你知道 鞋子挑战挺重的 哦 7kg 哦 所以如果被冤枉 如果被冤枉 你必须要保护鞋子 啊 OK 但是这个比较冤枉 我们有更多的 哈哈哈 谢谢你 他很可爱 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参加的这个票 所以等一下呢 就是他会拿着他的护照 然后再拿着这个票去参加 难道他精调的比赛耶 哦 就只有60秒的时间 这是我刚刚想好的 这个2万5要怎么用 OK 这2万5呢 1万块呢就是会拿去旅行啦 我很想去日本 可是日本搞不好 1万块都不够用 因为我们一家三口 所以到时再决定要去哪里旅行 反正有钱呢 就不怕要去哪里 OK 就剩下1万5咯 那么我再打1万块呢 再还一些贷款 因为我们实在太多贷款了 如果没有把一些贷款给还一下呢 真的是安不下心去旅行 然后另外呢 就剩下5千块啦 那5千块我会把4千5呢 就分给双方的父母 OK 那么剩下的这500块我 就拿去捐款 40不一块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2万5交给我们的话 我们会好好善用它 OK 真的好 我给你讲 我这2万5就靠你了 他几千 你要大的贷款 我现在在举咖啡 我都觉得很 你不要这样吗 OK 忘记跟人家讲一下 之前呢 我们就做了一些公会 然后我朋友也有告诉我 绝窍是什么 因为他那个孔很小 然后他又很大很重 据你说啦 你比如说这个是金条 OK 然后他在里面这样放着吗 你现在有没有一些策略 要怎么拿出来 OK 我的分析是这样子的啊 因为金条呢 它是从一个立体的梯形的 下面宽 上面窄 所以呢 主要我们手能进到这边 对 能进到这边 第一件事我觉得应该是先把它断过来 哦 翻过来 哦 让它大的地方 翻过来由上面那个边大一点 那我们不容易脱手 哦 不容易脱松开手 因为上面短了 你抓的地方面积太小 它抓力不够 不容易脱掉 哇 好厉害哦 第二步呢就是这样抓起来 把手伸进去 很容易伸 很难耶 7公斤 你可以伸得到吗 就这样做 OK 重点重点重点 等一下 出来了走 取钱的走 等一下 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来你再打多一次 他们要讲啦 比如这金条 你的手呢 四只手指一定要在这金条下放 你千万不要这样子拿 你就肯定拿不出来的 然后你就真的是靠这里 还有下面 还有一个支撑点 这样子给力去拿耶 很难耶爸爸 7公斤耶 你的手千万没有崴到 一崴到我们 你就不要这么自清了 现在已经可以开始了 我们是第一位耶 今天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 今天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 对 我们就要把这个两万五给拿走 然后现在从来进去 我要去拍咯 爸爸咧 OK 加油爸爸 很紧张 加油宝贝 加油 够力咯 他刚好我老公讲马来文 然后英文我老公也听不懂啊 我也不忘了讲啥 你们就自己看唇语吧 哎呦哎呦 加油 哎呦哎呦 加油 加油 可以的可以的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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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超紧张 加油加油 定一点来 利用你的腕力 我可以慢点来 啊 加油 撑出去还有一点时间 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 撑点点来 撑点点来 哎呦哎呦 真的很难耶 Oh my god 真的不可以吗 到时间了吗 我到手了 Oh my god Thank you Oh no 真的是浪费了 我们还有supporter了 OK 在后面讲加油加油加油 在你们有参加吗 没有参加吗 没有参加吗 我参加过了 哈也是拿不到啊 拿不到 哈来访问一下你 什么感觉 哇老喂 哇真的是破皮了 Oh my god 哎可是我该看你 有几次有机会 你知道吗 好像是到那边 是吗 很大机会 来看一下你的手 我来我拍 太重了 很重 很重 是啊 然后你这里都快断了是吗 哇老喂 哇老喂 他可以顶那么久 是啊 是啊 哇不错不错了 我都听到我骨头盖一声 真的假的 哈哈哈 刚刚好 刚刚好 stuck在那边 是啊 没有 主要是他的那个角度啦 他是这样 就这边卡住了 对 这个骨头卡住了 这样如果你的手放直 你的手指 抓不住了 哇 哈哈哈 你们在这里做工的是吗 啊 没有 我是天天来看有谁要拿 哈哈哈 来摸着这个东西啦 哈哈哈 剩下10秒都我不要把握了 根本就 哎呦 哎呦 要拿到了 马上就要拿到了感觉 但是这块骨头 你看还差这么大位 哎呦 都拿不来 哦你看这里都破皮了 就这个圆圈 刚刚刚好一个圆圈 啊 这几个骨头卡住了是完全拿不来 是啊 嗯 然后 你再把手放平一点 他上面那两个脚啊 钻那两个脚卡在上面 你也拿不出来 是 你是有难见什么的 有 哈哈哈 啊 所以有力一点 有力一点 有力一点 我一往外拿的时候 自己都听到手 一轮跌了就很难拿 又没有力量 是啊 哇 不错了不错了 哈哈哈 如果今天见完身我过来拿 就拿不了 哇 我跟你讲啊 我的手很细 我觉得我可以拿到 可是 重量完全不行 因为我老公都讲的 重量重高 他的手指很像百万 手指好像在断了 自己都听到骨头那种咔的声 咔咔的声 哦 我的天哪 我真的觉得你要拿到了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骨头啊 看 这个 皮 一卡到这边 我都已经用力往外抽 抽到就卡了 过不来了 正好顶住 顶住这边 好过是我啦 我上去我觉得 我手伸进去 只是在里面闲逛 就出来了 拿都拿不起来可能 是不是这个重啊 太重了 我刚才一翻的时候 我就知道 比我想象的还要重 而且我觉得它角度很厉害啊 角度 普世上的垂直 让你好好这样拿的 它角度就是会让你 这样子 这样子拿很难 是不是 是 对 拿不起来拿不起来 你要想把这个骨绕开的时候 你就要往下 那个砖上面两个角 又顶不 而且它那个抽奖的 那个圆的割离那边呢 嗯 它又贴了一层胶在那边 然后有点容易吗 那个胶要掉不掉 就在上面挂的 你怎么拉 它都是有个东西 会刮着你的那个砖 砖角的位置 这样就出不来 有设计过了 那么那个砖 快会不会滑 不滑行还可以 刚刚就正常 刚刚好有一点点 真的是有一点点滑吧 它都没有做手脚啦 没有没有 就是正常的那个鸡感 ok啦 今天的这个 你没有去运动 ok啦 很挤着 哈哈哈哈 对不起啦 我觉得还是算很不错啦 可以的 如果你想挑战 你没不能挑战一下 说不定就来 真的说不定 因为其实你做到诀窍 然后你的手要够小 然后你这边的骨头 不要太过突出 真的是有机会 今天是已经22号 31号就截止了 31号你还有警卫 我明天就是26千咯 因为他一天会提升1000块 这样子对 好啦 谢谢你们的观赏 如果喜欢的影片的话 赶快帮我share出去 如果你觉得你身边有哪位朋友呢 有真的可能是可以拿到这个金条回家的话 赶快share给他 ok 好啦 拜拜 我们还是好好做工吧 我要回去工作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多多分享与点赞 也别忘了要订阅 以及按下旁边的小铃铛哦 这里也有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无法自拔 或者是讨厌我的不行 那就赶快来follow我吧